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舞八雅 《练巅峰》第2803集 先下手回墙 不但乌痕 惶恐不安 唐盛等人也是吃惊不小 那可是一位伪帝的承诺和保证 只要扬开随便松个口 便可以抱上一条粗壮无比的大腿 唐盛虽然不知道那枚珠子到底是什么 竟让一位伪帝这般在意 但如果是自己的话 肯定会立刻答应下来 有这样一个大人物照着 不说在星界之中横着走 恐怕也没人敢再招惹自己了 甚至连兰河 银也有些期待 央开能够答应 毕竟相对于保护来说 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是吗 扬开似笑非笑地望着苍墨 看不出来你还是很好说话的 苍墨道 露瑶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你与本座才不过第二次见面 又怎知本座新星 杨开汉手道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忽然把手一指指向胡横他 我若是说 我要大荒幸运呢 胡横闻听此言 不然大怒 混账 狮子大开口也该有个极限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居然干 话还没说完 便听苍墨说道 此事虽然有些难度 但如果本座全力运作之下 倒也未尝不能成事 乌恒也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傻傻地望着苍墨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答应了 居然答应了 这等无理的要求 大人居然也能答应 震惊之后便是惶恐 他觉得自己好像小瞧了 大人对那枚珠子的渴求 连这种条件都能答应 可见那枚珠子 对大人的重要性 紧接着便是不安 若真的如此 那自己恐怕要交出星域本源 没了星域知主的名分 自己也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帝尊森曾经 日后该何取何从 一时间脸色不禁有些苍白 望着阳开的目光满是怨毒 他不敢去痛恨苍墨 甚至连意图都不能表露 只能将此仇记在阳开身上 心中也是后悔不迭 若早知如此的话 自己这一趟 怎会费尽心思地出手对付阳开 这不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心中忽然有些欲哭无泪的感觉 不但乌痕诧异 就连阳开也是惊疑不定 苍墨居然能答应这种要求 脸色一冷 开口道 我还要他死 心中五味杂陈的乌痕 闻言大惊失色 抿着嘴唇看了看阳开 又看了看苍墨 地缘暗暗催动 随时准备顿走 如果大人连这种事都答应的话 他不逃还能等死不成 索性苍墨在听到这话之后 皱了下眉头 缓缓摇头道 这事怕是不成 他怎么说也是兴庭中人 若是在外与人争锋被杀 也就罢了 本座是不能出手对付他的 若真是如此 光是大帝那边就过不了关 兴庭 这两个震撼的字眼 让唐圣和赤鬼等人浑身遗产 总算明白这两个实力强大 却岌岌无名的强者来自哪里了 竟然是兴庭 号称整个星界最强大 最神秘的地方 我明白了 阳开微微点头 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 你明白什么了 苍墨皱眉问道 阳开道 原来你也修炼了空间力量 苍墨淡淡道 何以见得 阳开微笑道 我都告诉你 那珠子非修炼了空间力量的人 无法开启 你却不为所动 而且在我提出那么苛刻的要求之后 你还能答应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既然如此 你便有开启之法 所以你修炼了空间力量 心中也是唏嘘不已 本以为空间力量 修炼的人稀少 但最近一段时间 却是碰到了两个 一个是生育竹 耗时几万年 参悟出一点空间力量的奥秘 一个居然是苍墨 苍墨微微汗手 心思敏锐 不错不错 阳开微微一笑 成谋夸赞 而且我还知道 你在空间力量上的造诣必然不强 也就一般般 这你也能看得出来 苍墨灰漏惊讶之死 诚如阳开所言 他确实修炼了空间力量 但也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 能勉强把握住一丝空间力量的玄妙 距离看破空间法则还遥远得很 这并非使他资质不够 他能够修炼到微地的层次 资质怎么可能会差 知识空间法则这东西实在是玄妙 并非资质好就能够修炼的 圣羽竹身处虚空夹缝中 与虚空暗流日夜为伍 参悟几万年也不过入门而已 难道说他的资质也不好 杨开估摸着 他与圣羽竹在空间力量上的造诣估计相差无几 若你真的精通空间之力 就不必大费周征封锁空间 隔断这片天地了 因为无论如何我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可偏偏你事先隔断了天地 这就说明你没信心在空间力量上压过我 面对如此强敌 杨开依然面不改色 侃侃而谈 这让苍墨不禁生出了一种荒谬的感觉 沉引了一下头 如此看来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理当做出明智的决定 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 竟是用杨开刚才询问齐海和赤鬼的话 反过来问他 其真正的用心昭然若揭 先前杨开问这话的时候 齐海和赤鬼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对杨开退比三十 显然他也希望杨开能够如此 杨开咧嘴一笑 我的选择呀 自然是 神色忽然一鸣 倒你妈逼的 手上一抖 空间法则跌宕之时 一到月日忽然朝侧面击舍而去 目标并非苍默 而是正被法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亮枪后退的徐长风 两人说话的这一会儿功夫 徐长风已经被法身压制的几乎喘不过气 他虽然实力不俗 但法身继承了石火本源 本身又是石魁之身 徐长风如何能是对手 勉励支撑到现在 已经是自身强大的直观体现 他甚至连朝仓墨开口求救的空险都没有 只因那一口憋在口中的气 若是吐出来的话 必然会落败得更快 满心期望那边看戏的乌恒 能够助他遗憾 可惜乌恒被杨开岁月如梭印击中 伸受岁月之力侵蚀 又被杨开之前提出的条件乱了心神 根本就没有理他的意思 徐长风简直要吐血了 就在捉进剑肘时 迎可一道月刃已经袭了过来 瞬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徐长风眼前一黑 差点没忍住骂出口 手上那漆黑的长剑抖动间 剑起四翼 显至又显地挡下了月刃的腰斩之威 但在回过身的时候 发身一只满是刀刺的拳头 已经正面轰了过来 完了 徐长风脑海中蹦出这么一个念头 勉强提起一身的地缘护在胸口处 然后就被那拳头砸得结结实实 轰的一声护身地缘瞬间被粉碎 伴随着骨头碎裂的声响 徐长风眼珠子往外蹬出口中喷血 只非上百丈之远跌落在地 生死不知 这一番变故看得人头皮发麻 唐盛等人可谓是亲眼目睹了 东宇两位体尊三层镜强者的落败 一被山河中镇压一被石火打飞 前者大概还没死 后者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气 而法身在轰飞徐长风的同时 阳开也手掐灵绝 一只镇压着浮波的山河中 忽然传出光当一声巨响 一层光运以山河中为中心 轰然朝四周扩散开来 镇压天地的威势 只让十几里外的天狼骨都速速发动 山河中重新飞起 露出被镇压在其中的浮波的身影 不过此刻浮波却是浑身 烂泥一般瘫软在地上 蹊跷流血 脸色苍白如指 四肢抽搐不停 一副马上就要死掉的样子 单纯地被山河中镇压 还不至于会变得如此凄惨 只是阳开为了对付苍莫这等强敌 不得不先收回山河中 被镇压在其中的浮波 自然是要事先处理了 要不然一位底尊三层镜的对手 也挺让人头疼的 全力催动山河中的威能 浮波就变成了现在这副德性了 阳开也不管能不能杀了他 反正这么一来 浮波暂时是没有战斗力了 重新飞起来的山河中 直朝苍莫冲去 阳开与法身两道身影紧随其后 身形交替而行 掩杀而来 面对如此强敌 坐以待毙不是明智的做法 先下着围墙才是王道 疯死 苍莫明显呆了一下 怎么也没想到 阳开居然敢跟他动手 难道他不知道 与自己之间有着怎样的差距吗 而且之前的一声咒骂 已让苍莫动了怒火 多少年没人骂过他了 今时今时 竟然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当着他的面骂他 而且骂得那般粗俗不堪 怒吓声中 苍莫徐徐朝前推出一掌 天地战力 污名不已 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崩塌开来 这一掌之威竟是让远远观望的唐圣等人 生出了末日来临的错觉 好像自己等人下一刻就要死去 唐圣前秀营的脸色瞬间苍白 蓝河英明一声 嘴角边已经溢出了鲜血 唯有赤鬼忽然战意冲天 目光灼灼地朝那边观望 自是想凭借自身的目力 看清这一掌的玄妙 但仅仅只是一瞬间 试鬼便哇地一声吐出血来 神色陡然萎靡 唐圣脸色大病 哪儿还不知道 自己等人站在这里也不是安全的 那苍莫的神通之强 已经超出了他想象的极限 即便只是攻击的余波 也有可能让他们死于非命 当下不再迟疑 对前秀营喝了一声 退 夫妻二人一人裹起修为 被禁锢的蓝河 一人扯起赤鬼 急速退进了天狼谷内 同时开启了护宗大阵 这才感觉安全不少 在抬头望去时 一道巨大无比 似能遮天蔽地的掌印 与山河中碰撞在了一块 当当当 密密麻麻的钟响声响彻天地 明明只是一次接触 却传出了无数声响动 好似那一掌在一瞬间 嗨中了山河中成千上万次遗影 一层又一层的涟漪 从山河中的钟身上跌宕而出 习卷四方 虚空崩碎 大地军烈 生死不知的福波和徐长风二人 浑身颤抖 然后没了动静 显然已经被山河中的余波波及 之前侥幸未死的七八个弟尊警 此刻竟都如下饺子一样 朝地上落去 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身形 那乌恒更是面露惶恐之色 全力催动护身地缘 防护己身 身后的地缘被终身冲击地 泛起了一层层涟漪 肉眼可见 泛起涟漪的不止乌恒的地缘 还有天狼谷的护宗大阵 那一道道涟漪扩散时 唐圣一片心有余悸 暗呼庆幸 幸亏自己刚才当机立断退得快 否则这一下自己等人怕也要倒霉 自己夫妇二人大概没什么问题 但只有地尊一层镜的赤轨和蓝河肯定得受伤 苍莫一掌之下 竟有君临天地之意 天地苍生默不站立 那号称能镇压天地的山河中 居然也被打得摇摇晃晃 斜飞了出去 露出了遮蔽在山河中后方的两道身影 更多精彩有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